稍微讲一下 因为这个也是一般书里面没有提到的 就这个东西 工具类上按右键会有个编辑 不过有时候你编辑它会好像会 会跑到这边来服务在这里 我的习惯是把它搬进去这样就好了 那比如说像这一些城市 如果以前要触节就一个一个慢慢触节 很浪费时间 真的以前我没有这个功能 我真的还是一个一个慢慢触节 单引号然后下一个单引号下一个 然后移除的话就一个慢慢把它移除掉 后来我发现有这个工具之后 当然就方便许多 因为第一个你可以 比如说我这边要注节 我可以颠倒过来 这边变成注节 城市注节 注节在这里 那这边要恢复的话 就是直接把它恢复回来 两边可以切来切去的 那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你写城市 你不确定哪一种写法比较OK的话 那你可以切来切去 然后再去做一个比较 不过当然是后面 因为你目前刚开始认识 哪一种方法好不好 其实应该跑得出来没有错 应该就好了 那之后的话可能还会有效率的问题 因为有的时候跑大量的资料的时候 你要写 当然有不同的写法 效率也会有不一样 所以你可能要有不同的比较 那这边的话我就把它注节 那这边的话就把它恢复 OK可以切来切去 这个是那个里面的一个编辑 编辑的那个一个工具列 那最后的话呢 一样把这个功能做出按钮 这按钮我想上礼拜有讲过 在开发留言里面的这边有一个 那你一般我的习惯是做一个 其他用贴贴贴贴贴 它会一样大 那做完之后你可以把它拉握一下 然后可以把它改一下 然后这边如果可以的话 它就全部没有问题 不过今天全部来讲程式 看它的表情跟上礼拜行不太一样 程式部分的话当然相对的 你要花的那个脑力要非常的多 可能今天应该很好睡 如果你以前没有写过程式的话 真的因为你一下子要记很多东西 那我建议就是这些东西就常用 不用刻意去背 因为程式如果背的话 其实真的很痛苦 因为很多东西你可能会记不起来 那所以呢云端上都有答案 那我是建议你们有空的话 就是多多用使用它 用久了之后你慢慢其实就很熟练了 因为我看到蛮多的而且程式也没有几行 大概写来写去就是这些东西 那再来的话呢我们就要再来做一个方权部分 那制定函数部分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成绩函数跟成绩函数多重 就是这两段当然如果你打字比较慢的同学 你也可以直接贴上我当然也不反对了 不过贴上可以握合之后 记得还是要怎么样把它删掉 重新再来过 OK那我先demo一下 刚好demo过了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在这边插入使用者定义会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跟你要一个资料 有没有这个资料的话一定是平均成绩 然后呢我会给他一个平均成绩 点一下他资料就带过来了 那资料是80分 我返还结果是合格 特别是要那这个地方这个方权要怎么写 所以我们需要先写一个之后 再拿这个来改成第二个就多重的 那写法上面呢 其实跟上礼拜的逻辑差不多 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好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 其实这个方权 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要了解他那个逻辑 你就很快就会很顺畅的把那个你的方权写出来 那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一样插入程序 我希望能够增加一个叫成绩函数 以后呢我不要再下什么衣服啊 什么一堆的东西 那一定是个方权 方权一定是互动的哦 OK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请特别注意不要选错 按确定 他会出现一个叫成绩函数 那第二个你可能要想到说 你要跟使用者要什么 要资料一定放瓜糊里面 那我要跟他要一个你告诉我平均成绩啊 所以呢我就把平均成绩这几个字 复制之后贴到这个瓜糊里面 那他就跳出平均成绩 那使用者应该知道给你一个平均成绩给他嘛 那他给你一个平均成绩之后的话 那你要做什么 一样哦 一辅 这边刚刚写过了 一辅什么呢 一辅他给你的平均成绩 所以呢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平均成绩带到一辅这边 如果平均成绩大于等于60 那你会发现这个跟刚刚打过蛮像的 那所以我就快速打一下 只是差别就是这里面没有回圈 回圈是自己点两下他向下填满 那如果呢他平均成绩大于等于 我要做什么了 把什么呢 把那个结果丢给谁 方选本身 所以方选先放过来 等于什么呢 合格两个字 反之的话呢就是不合格 所以这边就是合格 那把这边的话拖拉放到下面 按个TAB键 多一个不合格 OK写完了 他可以看懂了 只是说那个熟不熟悉 还有有没有把那个罗 所以其实多写几遍大家就知道了 所以插入一个叫成绩函数 跟使用者要一个平均成绩 过来之后判断一下 如果他是大于等于60 就丢给谁 自己本身 OK 好这个部分做完之后 再多一个什么呢 就是叫成绩 多重函数好了 多重的话呢实际上就是 他给我一个平均成绩 那我 不要特别注意 我的习惯是 赶快先改一下这个 不然等一下忘了改就 变成0了 因为接收不到 那一样把这边改成80 A 有没有还记得吧 所以你会发现 改法好像跟刚刚一模一样 把这个什么 Ctrl C 这边的话呢 Ctrl V 这边多一个什么呢 L10 对 特别最好 所以不用特别去背他 然后这边的话就70 这边就是B 然后把这个呢 再改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back到前面贴上 这边把它改成60 这边改成C 其他的话呢 就是这边改成D 改完了 OK 看起来很多啦 可是改完 其实好像都同样一个东西 只是记得就是这个地方 一定要改 不然的话 之前好同学 这个忘了把它改为多重函数 回来就0 因为接收不到 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就插入一个制定函数 多重的 给它一个平均成绩 向下减满 没有问题 不过方弦我讲过 它不能够置中 除非你要手动去置中 因为方弦它不能改变格式 只有Sup 才能改变格式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请各位试一下 两个制定函数的做法 那等于是复习上个礼拜的东西 上礼拜我们也有讲到制定函数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大量的制定函数 反正工作里面 常常同学问说老师有没有哪个函数 有没有哪个函数 可不可以做什么事情 其实大部分都没有 没有怎么办 自己变出来 就简单多了吧 你如果每天都会用到的那些功能 你就把它制定一下 以后就直接插入函数 自己就有一个功能 马上这个你每天做的事情 那就可以马上有个答案就好 所以这个制定函数的话 请各位熟悉 然后这部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